現場出發 Check GVT 耀農的運用 才能使HR的工作 像招募啊 培訓啊等更加有效 我看這題目應該是 挖農副總經理這邊 比較方便回答 來 請 好 那我就 因為HR有選用運用 那我們人力行 就從我人力行的轉入 像我們在找人才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都要開職券嗎 我有時候看那個人力行 那個廠商開的職缺 就開的泥泥單這樣子 對於一個找工作來講的話 他更不曉得到底你要找什麼人才 你們公司的好壞到底在什麼地方 他也很清楚 那現在這個AI就很厲害了 他可以通過生成的這個概念有沒有 你可能叫他口述 他就可以幫你產生一個版本 你覺得這個不是這麼多OK嗎 那沒有關係 你可以再做一些調整 所以你在找人才的時候 你就可以透過AI讓人才 很清楚知道說 我們公司到底要找什麼人才 那接下來 你這個做得還不錯 開始就有人來應徵了 那你這個過程中 你下一個問題就說 哇 這個履歷表 是突然你剛才閉嘴 不會OK 你不曉得到底他不是 是不是你想要的人才 那沒有關係 那這個AI可以把你去摘要的 哎呀 這個人才 要公司是要什麼人才 什麼條件符合 什麼條件可能不太OK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運用 然後換一個腳步 接下來履歷表通過 總是要找他來面試對不對 面試的過程中 你想說到底要面試他什麼題目 那沒有關係 我們公司要的人才有規格 他的履歷表又寫一些資訊 他就會幫你產生一些問題 所以你不會問別人的關係 那AI他會幫你產生問題 那你可以做一些利用 當然說人來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 這個人在來沒有 我是不是要怎樣領導 怎麼去管理他 怎麼去輔導他 那沒有關係 你可以問AI 現在這個人要進來 那你覺得說前面三個月的話 我也該交代他怎麼樣的任務 我在管理他的時候 在輔導他的時候 我要特別注意什麼樣的事情 那AI可以給我們一些想法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一個我們可以用這種方法 就是用剛剛老師剛剛提到的 Track GPT 你只要把那個適合的資料給他講 其實他就給我們一些想法跟建立 那這個禮拜就可以做一些利用這樣子 這個可以大家做個參考 你在找人才 在培養人才的過程中 你可以用這樣子的一個基本的一個做法 就用你的認識管理 應該會先幫你做這樣子 幫助這個非常好 謝謝王龍副總 那再來呢 第二個問題呢 是請教說中高齡者 比較有數位落差的問題 那相較於年輕人 更難學習這個科技的工具 那政府對於這方面 有更多的政策來幫助他們嗎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我們分數 副部份主席來跟我們做評論 謝謝 好的 謝謝主持人這邊提供 大家可以關注在這個 中高齡的就業的這個段話 那其實我們所有的一個在職訓練 就是勞工自主學習的部分 其實他沒有特別去針對 各個連理程或是對象做一個設定 那我目前就是鼓勵就是 所有勞工朋友可以多運用 自主學習這個3.7萬的這樣一個支援 那去我們台灣就業廳裡面 會有相關的課程 那我們明年也會加重在 這些課程這邊的開發的部分 可以多去做這樣的學習 那我在想說我們其實目前也有一些 民法人才資源中心的部分 或是在各縣市政府的民法據點 我們未來也可以再透過這些據點跟中心 針對我們的這個中高齡在就業比較關心的 一些職能的課程來做一些規劃 那我想這個部分我們會納 我們會來規劃的部分 包括在職業訓練的部分 我們也會希望能夠納入這樣的部分 但是目前如果說就我的了解 目前我們所推薦的一個 壯士大工 中高齡就業的部分 其實我們的一些製造業或是一些物業 跟雲壽 雲壽銀壽業是比較多的 目前還沒有要求一定要具備AI這樣的能力 但是鼓勵大家可以先學習 我們任何的一個學習的資訊的話 可以從台灣就業通這邊得到 或是在我們的各就業中心 或是我們分屬的網站裡面 可以搜尋一下 那就謝謝大家 多加利用 好 非常謝謝許副副副作長 給我們這樣一個解答 就是我們團隊就業通 還有我們分屬的網站 那個項目各就在裏面 都有下光資訊分解給大家 那再來最後一個問題是 請問如何運用黑愛來改善企業的規章制度 以符合EHG的要求 另外又如何分辨哪些是DI生存室的內容 DI生存的兩種 我們請洪文教授來幫我們做解答 謝謝 是是是謝謝主持人 這裡有兩個地點 就是有關ESG的部分 怎麼用DIH來修改這些規章跟 條件就像剛剛所提到的報告那種工具呢 第一個先做是盤點的問題 先做盤點的問題 做一些問題的一些盤點 工具的盤點 以及人力組織的這些盤點 所以像很多企業都會是有巨長 就是希望都有專職的 專 專責的 人的組織來在企業內部來進來推動 這個ESG的部分 那我會建議呢 在這個組織裡面呢 他應該是要包含包括技術管理 跟技術管理行政的這些不同的人才在 的人才在 來協調公司怎麼推動的方向跟推動的目標跟步驟 然後 有關那個 剛剛講第二項題是有關 辨識深層制內容的這些內容 我覺得現在要辨識越來越困難 辨識要越來越困難 但是呢 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 當我們看到這些深層制內容的時候 我們通常就不會是直接去看內容來做辨識 而是呢 會去根據其他的管道來做確認這些事情 比如說 最常見看到的詐騙的打電話來說 那個聲音很像我的小孩或我的家人 那其實這時候並不是直接按著他的劇本 跟節奏往下走下去 而是終止目前的這樣的一個情境 回過頭來自己再回去打電話 去聯絡原本的利害關係人 或者是當事人 再透過一個其他的管道來做卡車 求證的這個動作 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但是對組織來說 比如說舉例像連發科 連發科他們在用AI生成的時候呢 他們建了一個系統叫做達哥 達哥系統 這個達哥系統呢 他的後面的這種引擎 還是會用外面 一般用的商業引擎 但是他會做一個人機界面 把它隔起來 什麼意思啊 就是公司內部的人員在用這個系統的時候 他先進到公司的系統再出去 所以公司的系統裡面 他就可以去過濾 不必要一定的那個 那個 資料的進出 也可以知道呢 最終在整個 這個使用的這些過程 都有助於整體的安全性的回生 以上分享 非常非常謝謝 我們再一位以上的獎莊 給我們做這樣的分享 以及我們再來解答 那我們現在呢 就請大家移動 我們來解答